第七條實在力量黨團的版本 就是希望就這個憲法第90條到106條的規定 停止適用 也就廢除考監兩院的 這個廢除監察院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議題真的已經 這個不管是說學界的討論 食物界的討論 這實在是糾纏太久了 那這個監察院這個設計 基本上是這個我國憲法 獨步全球的設計 那當然我們這個廢除監察院之後 他的這個監察權也應該去做相應的去調整 我們都有在後面的這個條次這邊 包括這個審計的獨立第七條之一 因為這個審計獨立是一個國際趨勢 在這個如果像這個日本憲法裡面 它就有極有規定 那我們也希望說 它成為一個國家最高的審計機關 而且它有它的獨立性任期是四年 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或任命 那七之二的部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們也希望它比照其他各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有一個獨立的設計這樣 那講到這個的話 我們必須要再指出啦 其實這一次的修憲除了這個十八歲公民權 這已經落後其他國家太久太久應該要處理之外 其實一個前提跟核心要處理的問題是修憲的門檻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涉及到是一個修憲的程序規定 那先程序後實體 就是說現在這個程序規定四分之一提案 那提案之後四分之三的委員出席 出席的委員四分之三同意才能夠出立法院 它這個規定基本上已經一個高不可攀的門檻 幾乎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門檻 那出了這個門檻之後呢 還要所有的有投票權的台灣的公民二分之一要能夠同意啦 所以在這個門檻已經比蔡總統得到了這個選票八一七張的選票 八一七萬的門票的這個選票還要高 要九百多萬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這一個修憲的門檻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幾乎已經讓把這個整個憲法 這個修改的這個動能全部都鎖死在這邊的 那從18歲公民權這個例子 你也可以看 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憲法必須要與時俱進 否則的話 74年前所定了一個20歲的公民權的行使 在經過70年代 所有歐洲國家都已經改了 那現在美國 這個 這個美國日本 那甚至說奧地利跟巴西都已經改到16歲的 我們還不能改 那其實除了憲法130條這個規定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地方都需要去修正 當然有 74年來 除了李鴻西教授講的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個 大人的衣服穿在一個小孩上面以外 其他的基本權的相關的規定 這74年來有多少的新興的基本人權 他都必須要列在基本權的這個清單裡面 以便 這個在憲法訴訟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基本權的一個基本權利 然後讓人民可以去做這個憲法訴訟 並且去貫徹他的這個權利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其他各個這個在憲法條文 散落在各個條文的規定裡面 不管是中央政府的體制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 包括這個基本權利 新興的基本人權 這個部分都需要去做相應的調整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前提當然就是這個修憲的門檻 一定要去降低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如果在這一次沒辦法 能夠有一個共識的話 國人會非常的希望 那假設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也希望 這個修憲委員會在2022年之後 在今年之後 也應該要繼續存在 因為台灣的這個修憲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非常迫切的 如果說在2022年之後 那這個修憲委員會 又停止了 那下一個修憲委員會 又是在16年後 這相信是大家所不能夠接受的 憲法應該是 隨著時代的演進 把這個社會上的實藍面 跟陰藍面的這個部分 能夠盡量的去把它調整 並且縮小 讓台灣能夠有一個 符合台灣人民的 這個所規定的這個憲法 這個憲法裡面是規定的 每一個人的基本尊嚴 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並且設計一個相符印的 中央政府的體制 這才是國人所這個希望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邱選志委員的發言 那第七條還有包含七條之一 七條之二的主條討論 我們就進行到這邊 那也是佔於保留 接下來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九條的討論 那這一條是有關於我國目前的憲政運作實務上 省政府審制議會的業務都已經交由行政院區域聯合服務中心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跟立法院中南部服務中心辦理 那為了使我國憲法能夠貼近台灣社會的憲政運作 相關的規定 應該要來討論是否停止適用 那這一條沒有委員來登記發言 那我們也是佔於保留 接下來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 那包含了 鄭天才委員的提案十條之一 鄭麗文委員的提案 曾明宗委員的提案 還有十三條 鄭麗文跟曾明宗委員的提案是十三條 然後還有包括在十四條跟十五條 我們就一併逐條討論 那這條的登記的發言的委員 有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不在 有蔡 第二位是蔡壁如委員 蔡壁如委員 蔡壁如委員 蔡壁如委員不在 那有關於這一條 第十條 包含十條之一到十三條 十五條 的一個主條討論 我們就進行到這裡 那也是佔於保留 接下來我們進行憲法徵修條文 第十二條的討論 那登記發言的委員有 第一位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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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士芳委員不在 第二位登記發言的是邱顯智委員 我們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這第十二條啊 這牽涉到的 事實上就是這個 修憲的門檻的這個部分 那講到這個 說實在的 真的會覺得很心酸啊 2005年把這一個 修憲的條文放進 這個程序規定放進去之後 十六年來 台灣沒辦法去進行 任何實質上的憲法的修改 那這個 現行的條文是規定說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提議 四分之三出席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決議 那這個 這個憲法修正案去公告 公告半年之後 還要這個選舉投票人 複解 有效投票 同意票 要過半的這個 選舉人的總額啦 才有辦法通過 所以這個門檻 高不可攀啦 那所以這個 基本上我們是認為說 這已經有 違反民主原則之險 這樣的一個憲法條文本身 造成了這個 憲法修正的困難 那應該要下修 那其實很多的委員 包括各黨團都有提案啦 那學者專家 也有在公聽會上面 其實大家的立場 我認為說應該是有共識的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 能夠把這個門檻 在立法院的部分 能夠把它修改為 四分之一提議 三分之二的委員出席 出席的委員 三分之二決議 那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之後 相較於本來的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當然 是能夠 這個降低 這個門檻 那第二個部分 比較關鍵的是說 這個公民 覆決的這個門檻 那現在 這樣一個規定 已經變成是說 要900多萬 這個已經是 局勢所罕見之高的這個門檻 那 依照中選會的資料統計 在這個2020年 全國有效選舉人數 約為1900餘萬人 所以 如果 要把這個修憲案通過 必須要這個一半 相當於是965餘萬年的同意 那我剛剛講的 比蔡總統 這個歷來 這個總統最高的得票 817萬 還要高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 不合理的這個門檻 也導致說我國根本 到這個2005年 加入這一條之後 完全沒辦法修憲的這個狀況 所以 實在力量黨團的提案 我們是希望說 在這個出立法院之後公告半年 那經過這個全國的選舉人 投票複決 這個規定應該把它改為 投票人數 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 出來頭的人 有這個 過這個選舉人總額的半數 且 有效同意票 出來頭的人 有效同意票 過總投票數的半數 就可以來通過 那我們希望 認為說 這樣 才是一個比較 合理的一個方式 那 如果今天 假設 再過 這個 2022年 沒辦法修憲 那因為這個修憲門檻 將來 是不是說 一年一年過去的 16年後 還是沒辦法修憲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那當然會造成一個憲法 破棄的後果 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 這個憲法 基本上 比如說在憲法130條 這種 20歲 然後更改 這個18歲 這個部分 許多國家都已經降到16歲了 那你顯然是 不合時宜的 那不合時宜的情況之下 他所 這個 憲法所規定的這個 櫻南面 跟石南面 已經呈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落差 而 你又 沒辦法更改的情況之下 當然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沒有人願意去做 遵守這樣一個根本規範 嘛 所以這個對 一個國家的法治來講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傷害 那包括 在中央政府體制的部分 包括廢屬考間兩院也好 單一選區兩票制 是不是應該改成連立制 那 剛剛其實也在討論的 不分區的立委的席次 那包括牽涉到我國的 現在立法院裡面各個委員會 有一些委員會根本連15個人都 沒辦法來達到 那一個縣市可能只有兩席的 這個立委 或者是說像宜花東 或者是說其中的這個縣市 整個縣只有一席的立委 然後他又要去跑選區的情況之下 這到底我國的立法品質 將來會怎麼樣的走向 其實這在在都需要透過修憲去 來處理 那我們認為說這個修憲門檻 這一次應該是在18歲光明權以外 其實是一個最最最重中之重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各黨 各黨團都能夠有一個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修憲門檻不合時宜 我們就應該要去做相應的調整 讓這個憲法真的能夠去修改 然後與時修進 這樣應該才是符合國人的期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邱顯智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莊瑞雄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我本期非常認同剛剛時代力量 我們邱顯智委員這樣的一個看法 在我們整個憲法的拯救條文第十二條裡面 去提到了立法院的四分之一的一個提案 然後四分之三的一個出席 然後出席四分之三的一個決議 到最後還要再經過全民來做一個復決 那我在想其實這個條文整個程序的這些高門檻 牽扯到每一條的一個憲法的一個修訂 他本身從程序上去定他的一個生死 以這一次本次修憲的提案 關於民進黨團跟本人的提案裡面 去主張廢除 考試院跟監察院落實三群分立的制度來看 社會上有高度的共識 尤其是十八歲公平權 可是這只要有一黨逃脫 哪怕是各政黨共同的一個主張 社會也有高度的一個共識 你常常會徒勞無功 我國憲法獨創 五權分立的制度 但是考試院跟監察院這樣的一個設立 其實一直有所爭議 所以本席要從剛剛所提過的第六跟第七 來做一個探討 那一直有爭議 然後也始終都無解 每一次當有修憲的一個提議出來 西方有三權分立的聲音的時候 就會受到被保守派的人士給詆毀 認為為有限之餘 這個往往常常都是一個法統 內心的一個法統跟意識形態的一個爭辯 模糊問題的一個焦點而已 所以本席認為 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 這個才是憲政機關的一個常態 並且來建議修法的理由跟變動如下 將考試權或者人員的任用回歸行政權之下 有關監督權納入立法權 符合現在世界各國採行的民主制度 來制定一個三權分立的一個國家體制 制衡政府的一個權力 防止權力的一個專横 我國在立憲之初採取武權憲法 將考試權跟監察權把它做抽離 施行以來其實一直發生的 考用部以人才沒有辦法發揮所長 而行政系統也因為沒有人士的考選權 只有人士的一個任用權 那以致發生攏緣情況層出不窮 另外立法權也因為沒有具備監察權 而對於行政機關的監督效應 沒有辦法來符合期待 也常常發生疊床家屋權責不扣 這種政府效能不彰的一個現象 那我想今天我們在探討 按照我們整個憲法本文的一個設計 你監察權本來就屬於民意機關 經過修憲以後監察權 監察院現在也已經不是民意機關了 卻能保有西方國位的彈劾 究極跟審計權 而監察委員行使 德國的案例等等這些 但是我們也同樣知道 這些國家裡面他們的政黨 跟我國在發展政黨的比例 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他們可能是柔性政黨 那我們可能有部分是剛性政黨 那在我國裡面呢 有的是柔性政黨 有的是剛性政黨 所以只有單純看得出來說 你增加這個委員的席次的話 到底要代表什麼 降低政黨的這個選舉的 這個依得票率的比例呢 有5%降到3% 那是一種不同的說法 那為什麼不是1.5 為什麼是3% 我們也看不出來說這樣的修正動議裡面的完整性 還有要討論的範圍 坦白講這個 從我們有選舉以來啊 有很多憲法的學者在討論說台灣到底要走向總統制 或者是內閣制都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呢 都沒有一個共識性非常強的一個條文出現 所以我們才是維持現在的方向 也就是說總統是由全國的這個公民來選出 那在立法院的全體的立法委員呢也是一樣 由公民來選出 但是裡面有按照政黨的比例代表制呢 他選出這個不分區的委員 那不分區的委員當然他最終的 目前看起來就是他有專業的涵蓋性 但是呢 在某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保障了這個小黨 萬一在區域委員裡面 因為每個區域裡面所選出的委員只有一位 所以呢在保障的程度上面呢 是比較能夠保障出說他是有專業性 然後可能在區域委員的選舉上面呢 比較沒有辦法得到過半數以上的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在力量的修正版本 看起來是很不錯 但是呢其實裡面大概有很多 必須要把優劣點的再講清楚說明白 我覺得這樣的才會比較讓人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不分區的委員的席次 會跟區域委員席次相當 那他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涵蓋所謂的更多的專業人士 因為你也不能去否認說 在區域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專業度不夠啊 在我們立法院裡面的各項的法案 或是預算或是很多不同的討論案等等這些 我相信區域立委呢 能夠表達的這個專業的意見 或者是說他們的幕僚團隊也是相當的強 所以他到底是代表 不分區委員是代表政黨的意識 還是代表個人的專業程度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去納進去 變成是在內閣的這個成員裡面呢 其實是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以上 好謝謝劉世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蔡碧如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齁 那個我想提一下這個連立制這件事情齁 那在憲法的徵修條文第四條 我們等一下會提一下 那我想要討論的是 從2005年的第七次的修憲以後呢 其實我國的立法院的選舉的制度 就從 互數選區的單季不可讓度的投票制 改為單一選區的兩票並立制 那至今已經有四次的選舉齁 明顯就出現了最大黨的席次紅利 造成大黨很大 那小黨很小的一黨獨大的現象 那嚴重的壓縮了這個多元民意的生存空間 其實漂漂不等值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經濟合作的發展組織 就OECD的國家中 大部分的中型國家 中型國家大概指的人口是在 1500萬到9000萬人之間 他們大概是每10萬人產生一位國會議員 那我國的立委的席次跟人口 卻比超過就是20萬人 那削弱了委員會的中心主義的問政監督的品質 其實是無法落實權力分立的一個憲政精神 那今天我想台灣民眾黨要提出來的是 憲法修正條文的第四條 那修正的動議是 第一個是立法委員的總額 以全國的人口每15萬人一席為原則 並依政黨得票比例分配之 那這樣算起來大概會全國有158席 第二就是自由地區的直轄市縣市 每30萬人一席 以不超過總額一半為原則 那每縣市至少是一位 自由地區的原住民不得少於總額的6% 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想要談的 下一頁 那這個大概就看一下 剛剛我講的這個 從2008年到2020年的四次立委的選舉當中 主流了政黨以外的多元民意呢 得票率這四次裡頭有從12% 21%然後29%到33% 基本上它是一個呈現一個穩步的增長 但是習次呢卻只有4% 8% 9% 12% 換句話說 這12年來欠缺代表的民意呢 逐漸攀升 從中間距離下一頁 從中間的距離從8% 13% 20%到21% 增加了2.6倍 顯示的民眾他並不樂見這樣一個政黨鬥爭 但真實的民意卻無法充分反映在立法委員的代議席次上面 造成的民意越多元 那被沒收的民意呢就會越多 的扭曲結果 我認為有改革的必要 那以第十屆的席次分配為例 第一大黨政黨的得票率是34% 最後總席次呢擴增到54% 那第二大黨席次跟得票率相當 大概是33% 這兩大黨以外呢 得票率大概有33% 最後卻只取得12%的席次 落差了五分之一的民意 那被現行的國會的選制沒收 反而強化第一大黨的一個權力集中 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個人認為必須要去改善 好 我們最後看一張スライド 那其實蔡英文總統在2014年的 國會的主張也是 他也是主張才德國的聯力制 然後來增加這樣的一個席次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憲委員會裡頭呢 台灣民眾黨也提出這樣 聯力制的一個改革 那希望呢 目標就是要來充分反應真實的民意 跟多元的民意 提升國會的專業的審議的能力 促進政黨政治良善的競爭 深化民主改革 所以我國立法委員的選制呢 個人在這裡 以及台灣民眾黨主張 改採聯力制 謝謝 好 謝謝蔡壁如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那剛剛非常感謝這個劉士芳委員的指教 那確實這個第四條的部分 非常值得討論 其實我們實在力量黨團 這個第四條的這個修正動議 第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希望能夠把這個單選區兩票制 我們現在採行的是像日本的並立制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它改成像 德國紐西蘭的連立制 也就是說 該黨在這個政黨票的得票 比如說得到10% 那這個席次應該就可以分配到10% 比如說德國的這個總席次是600席來講的話 德國綠黨如果在這個政黨票 第二票的部分是得到10%的話 那他就會有60席 所以我們這主要是為了要處理這個 能夠把政黨得到的這個票數 能夠真實的反應到該政黨的這個在國會的席次 那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說 這個本來的這個單一選區兩票制 也就是說本來區域的部分73席是沒有變動的 那增加的是這個不分區的席次 也就是說全國不分區也能夠增加到73人 那在這個增加的情況之下 總席次的部分 再加上這個援助民族立法委員10人的話 總共是156人 那這156人 基本上這個政黨如果得到幾%的話 他就用這個這個總人數 除以這個幾% 乘以這個幾%來分配 那這個好處當然就是說 可以讓這個政黨得票率 跟得到的席次之間的落差 能夠把它拉近 那比較能夠反映真實的民意 而且也有利於 就是說這個小黨的參政的空間 比較有利於多元民主的發展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提過德國紐西蘭等等其他的國家 已經有採用這樣的模式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剛剛劉士灣委員有提到 為什麼要把5%然後改成3% 那或者是說到底要幾%才能夠分配的問題 那這個5%的門檻 它其實是德國的制度 那德國為什麼設計5% 當然是他根據 他在德國威馬共和的時候的慘痛的歷史 因為當時德國因為沒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小黨這個林立 然後革潮不斷 1919年到1933年這段期間 德國的這個革潮倒閣一二十次以上 所以因此而讓這個納粹有可趁之機 到1933年3月23號的時候 通過這個授權法就解散了這個德國的國會 所以正因為它的慘痛歷史 所以這個它希望能夠限制這個小黨 就是說在5%以上才能夠分配其次 但是台灣應該是相應來講沒有這樣的歷史的因素 那如果你設一個5%的門檻的話 反而不利於這個小黨來進入國會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希望能夠去做相應的這個調整 那最後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涉及到這個我國到底立委的這個席次 是不是這個適當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因為立法院是一個多元這個民意機關 如果說以現在這個立委的席次113期的話 那許多的學者專家學界的討論 也認為說似乎這很容易造成單一委員權力過大 外將導致立法委員專業涵蓋率不足 無法有效的監督行政機關的弊病 那如果以德國為例的話 德國人口大概是8302萬人 那法定的席次為598席 也就是說每這個13萬人8千 13萬8千人選出一位國會議員 那以日本為例的話 他人口總是為1億2623萬人 法定的席次是710席 也就是說每約17萬人7千 17萬7千人選出一名這個國會議員 那如果以韓國為例的話 他人口數大概5100萬人左右 那現在議會的這個議席是300席 也就是說大概17萬人選出一席 那我國人口是2300萬人 立委席次是113席 那大概是20萬人選出一名這個國會議員 那相較於剛剛提到的這個 比較法上面的其他國家來講的話 似乎是比較偏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修正這個第一項的序文 那在這個增加的部分 是由這個不分區的這個立委的部分來增加 並且去採用以德國紐西蘭制的這個聯力制 能夠反映出這個多元民主 也就是說這個該政黨在這個選舉裡面 所得到的這個政黨票的席次來分配 這個他在議會裡面的席次 以上謝謝大家 好謝謝邱顯智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郭國文委員發言 郭國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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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國文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管碧琳委員發言 好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最主要是就我們立法委員的組成 到底選舉制度應該怎麼改 提供我個人的看法 那當然台灣確實不只是在 許多的政黨之間有在討論這個課題 那麼學術界其實也對於選舉制度 是否應該要採取聯力制 讓台灣的選票的分配 能夠在小黨的部分呢 更給予公平的這個分配 那這個部分學界當然也有研究 但是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這個課題 在這一次的修憲的時間上面來講 我們很難有足夠充足的時間 去在各個不同政黨之間 充分的討論以後去形成所有政黨的共識 而有機會達到修憲的門檻 所以在這個課題我是認為說 可能我們即使是今天的討論 也很難有做出一個定論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制度的變革 那麼我至少看就是說 目前幾個委員們所提的聯力制的 這個修憲的草案的方向來講的話 我個人是這樣看 就是說聯力制其實它有一些很重要的配套 是必須要放在一起的 譬如說聯力制最重要的是要讓政黨足夠充分 能夠反應多元 那麼這個多元它對國家的統治 還是需要有影響力 那麼如果說我們只有在聯力制的選舉制度上面做改變 那麼這個選舉制度因為是聯力制 所以它可以充分達到百分之百的比例代表制的特色 就是分配上面選票的分配跟席次的分配會相符合 那麼就會造成政黨的分化 那麼政黨分化成越來越小的時候 如果沒有跟內閣制配套在一起 換句話說小黨沒有辦法因為關鍵少數而去阻聯合內閣 那麼在國會當我們政黨分化到越來越小 而又不能參與主聯合內閣 就是讓小黨越來越弱 就是讓小黨越來越弱 因為你越分越小 我們現在至少時代力量它能夠有三席 然後民眾黨它能夠有五席 甚至於將來很可能會更多 但是如果說採聯力制的時候 我們如果分化成十個黨或者是十幾個黨的時候 很可能每一個黨它可能是兩席 最多可能就變成三席 假設是這樣的時候 而他們又沒有辦法組聯合內閣 那麼小黨的力量豈不是越分越弱 所以一般來講聯力制是會跟內閣制配套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的雙手掌制 基本上沒有打通國會議員入閣的這一個通道 所以它沒有跟內閣制配套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聯力制會讓政黨的力量越分散 然後會變成越殘弱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德國的聯力制它還處理候選人的名單 是重複被列在一起的 它可以去選區域 它同時也會被列在全國不分區的名單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政黨它有能力到區域上面去兼戰的 多半都是該黨最優秀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們在區域裡面 單一選區的區域裡面他們又很難勝出 但是他們卻又是該黨最有能力最有戰力的 所以他們會同時列明在部分區 如果他在區域沒有選上的時候 他在部分區還會被成為該黨的國會議員 所以這兩個都是跟聯力制必須要配套在一起的 換句話說 你選舉制度是聯力制的時候 你的政治制度你最好就是內閣制 然後你的候選人的名單 最好就要讓他可以同時在兩個名單上面列明 但是這一次所提出來的所有的 這個選舉制度改革的修憲草案 都沒有把這些配套完全考量在一起 所以那政黨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越來越分散然後越來越殘弱 這個可能也不是我們提案的委員們 所願意看到的一種發展的未來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這個課題 可能我們還需要整個社會或者是政黨 或者是我們的國會要更多的時間來討論 然後才能夠找出一個最適合台灣的一個新的方案 謝謝 好 謝謝管閉林委員 是不是請管閉林委員來幫我主持一下 我們繼續請周春明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各位參與修憲委員會的委員們大家好 那本條第四條本時也有參與修正 有提這個修正條文 那剛剛也聽了很多委員的一些想法跟高見 那管閉林委員剛剛也提到說 真的需要一個非常廣泛深刻很整體的討論 那我想從我自己本身提案的這個方向 再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呢除了第四條除了席次的增加之外 有沒有這個必要之外 當然還牽扯到大家剛剛討論很熱烈的病例制 還有連例制 還有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那國會調查權的部分可能也牽扯到整個 考監監察院的存費的問題 那現在單純我的提案 從這個立委席次增加的部分 來做一個發言說明 現在我們的整個席次是113位 那在區域的部分有每個縣市 自由地區每個縣市選出來的 這個名額是73位 每縣市必須至少有1人 那原名的部分呢 代表原名的部分有6席 那不分區政黨的專業的部分是34席 我的提案是希望能夠把整個席次增加到135人 那我的設計是說 每個縣市這個名額大概是87人 那當然每個縣市都必須要有1人 另外在不分區政黨的比例上面 我們是提高到40人 那在原名的部分是增加到8位 我想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當然我們來自於我們本身 最辛苦的一個經歷就是屏東縣 我們本來是3席的立法委員 那因為這個人口數相關的一些差距 我們從3席減為2席 事實上是少掉了一個 大概將近一半的一個立委的席次 那事實上屏東縣人口數 大概80萬人6千 80萬6千 那他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的狹長 其實如果說是只有兩位立委的話 這個可以幫地方充分來發表意見 然後幫地方來做進行相關的一些權力的捍衛 我覺得都是非常相關的辛苦的 那著隱於點 這樣是非常非常實際的一個厲害關係 在參加我們目前有8個委員會 但事實上能夠參與的委員 大概不到沒有到每個委員會有15人 大概13到15位左右 那大家要來制定整個行政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法案 討論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每個委員會13到15 沒有辦法每個委員會到15人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在國會的論證上 我們考量到很多的區域委員 他們也要來回奔波於選區部分的服務 所以呢事實上應該更增加 更多的一些專業的或者政黨的代表制 在國會參與議事的運作 所以呢整個設計上 我是從這個每個縣市87人區域的選舉 那不分區的代表比例是40人 加上原民的代表是8人 而且目前我們的每個席次所代表的人口數 是超過30萬人 像屏東80萬 那世上只有兩席 那大概他的代表的人口數是超過 大概是40萬 遠高於其他先進民主國家 每個席次所代表的人口數 約在15到20萬 那不管是從外國的立法力 或者是實際的一個運作 這個都代表做目前的我國的席次 還是有需要深刻檢討的部分 那但是因為這次的修憲 有很多很多的議題 那這次的修憲 我們也很遺憾 目前國民黨還沒有來參與 所以我們大概目前在18歲這個部分 有比較充分的一個共識 那其他的其實都還在討論的階段 但是我們非常珍惜這樣很重要的憲法的時刻 大家坐在這邊有75個版本來提案 有75個版本可以供討論 學者專家也都踴躍的發言 提供我們很多的意見 其實我們應該要一步一腳印 把握每分每秒的憲法的時刻 大家充分的討論 縱使沒有辦法在這一次完成重要的修憲大業 但是這個起步是重要的必要的 參與也是必要的重要的 大家應該要一起來面對這樣的憲法時刻 大家一起要來承擔這個責任 國民黨的委員趕快回來修憲委員會吧 還有兩天的議程 期待你們 謝謝 好 謝謝周委員 好 那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已發言完畢 那這一條我們也是暫緩處理 好 佔於保留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五條的討論 那第五條的討論 登記發言的委員有中嘉賓委員 中嘉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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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賓委員不在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第五條的很多委員提出的修正案 大致上都是在討論有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 那個人覺得說他討論的內容裡面呢 雖然是大同小異 但是目前不要做修正 第一個原因就是 國民黨的委員大致上都希望提出的 就是立法委員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來任命之 那另外呢 有的委員會認為說 尤其是外界會認為 以台灣在處理有關三權分立的過程當中 司法是不是先不要去做修正 來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程度 但是也有人提到說 既然我們尊重司法完全獨立的狀況之下 那麼大法官是不是要有這個 兼任院長或副院長這個職務 也有人提到這個問題 但是目前為止我覺得在 司法院的運作上面都還算順暢 也沒有觸及到很多的憲政爭議 再加上現在的這個憲法的法庭 已經開始運作了 所以我會認為說 是不是等運作一段時間 確實有屬於剛剛 有幾位委員所提到的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有必要修正的時候再來做修正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要跟主席報告 因為我有時間上的這個關係 想要先把這個我提出的徵修條文 第十條還有第十二條呢 跟大家做一個基本的報告 有關第十條的部分呢 就是我希望可以把基本國策裡面 納入氣候變遷 因為在憲法徵修條文的 第十條的規定呢 國家式的基本國策 那歷次在修憲裡面呢 都是因為當時的這個時空環境 或者是我們說 時代變遷呢 所產生的一個修正 譬如說一百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呢 是增訂了輔助保護中小企業 那編列這個教科文的預算 還有多元文化跟維護這個原住民語言文化 那目前看起來 經過二三十年的時間之後 確實台灣的整個的國家的發展 跟我們的憲政運作上面 在保障中小企業 然後優先編列教科文 還有多元文化發展 有達到一定的功能 那一九九年的修憲的時候呢 又再增訂了國家 應該重視社會福利 國民的就業保險跟醫療保健 也增訂了尊重軍人對社會貢獻 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軍人呢 維持原來職業軍人應該有的尊嚴 然後不受政黨來影響 或者是說我們包括 在我們的全民的醫療跟保險上面的 也做得相當的好 尤其是我們的健保呢 已經多次啊 對這個全世界來認同 不是數一就是數二 所以納入這個基本國策 也是招視全國的國民 還有我們很多各級的官員 應該遵守我們這個憲法裡面的 基本國策的方向 大家一起來努力喔 那當然最近的比較重要的議題 就是全球都關切的氣候變遷 包括從1997年的精度議定書 2015年的巴黎協定 目標都在控制溫室氣體的部分 那2021年11月在英國 格拉斯哥的這個聯合國氣候變遷的這個 所謂的COP26 就是26屆的締約方大會裡面呢 也達成了一個折中的協議 那如果有關心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議題的人都知道 這個COP26呢 其實啊是有很多的國家 不管是西方的國家 或者是這個比較富有的國家 或者是比較貧窮的國家 都肯認到說 如果我們再不處理有關氣候變遷的議題的話 那整個全球的這個民眾 或者是我們的生態環境 都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提出了這個協議裡面 包括在本世紀末的全球氣溫增幅 應該低於攝氏1.5度 那最重要的是2050年 也是距離現在不太久遠的時間呢 要實現零碳牌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國家 包括我們的行政院呢 也要求我們相關的部門 要把零碳牌 包括碳費等等這些機制 要納入我們的法條裡面 做成我們國家發展經濟 或者是保障生態環境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上面 應該有的方向 那這些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氣候變遷綱要裡面的 地約的方向 那以台灣來講 我們有我們的外貌 我們有這個聯合國 應該遵守的人權法規上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把氣候變遷 當成是聯合國裡面非常重要 對於環境跟人權 或者環境權上面的保障上面呢 我認為放到我們的基本國策裡面 當成徵修條文裡面呢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特別提出了 為了維護環境正義 國家應該在各項政策當中 因應氣候變遷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些基本權利 這是徵修條文第十條的部分 那至於有關徵修條文第十二條 也是我們現在所碰到的這個困境 就是修憲門檻 要不要降低的問題 綜合了很多不同的這個 不管是政黨也好 或是一般的人民 都會認為現在我們的修憲門檻 確實過高 那按照現行的規定呢 現在的修憲門檻 是在2005年公佈的徵修條文 第十二條裡面 那第一個 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立法院提議 出席跟決議 第二個是公民覆決 那在第一階段 要由立委四分之一提議 要四分之三的出席 還有出席委員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面 至少要有六十四席的決議 才能交付公民覆決 這是修憲的高門檻 那出了真正能夠出了立法院之後 第二階段的公民覆決呢 要公告半年以後 由全國選舉人投票 那這些有效票要通過選舉人總額的半數 但是如果以2020年目前總統大選的這個選舉人總額 一千九百三十一萬 一千一百零五人來計算的話 要通過修憲 需要高達九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張有效同意票 這個其實是非常高的門檻 所以我認為如果能夠降低修憲 然後把憲法裡面能夠與時漸進的一個方向 可以告知國人也是一個可以發展的好的方向 所以我建議第一階段在立法院裡面 出席改為是三分之二 由原先的八十五席降成七十六席 那其他維持不變 那在第二階段裡面 選舉人總額的過半數投票 有效票過半數同意即可 那以上這些都是供我們修憲委員來做一個大家審慎的參考 但是無論如何把憲法修正成我們全國國民總意志的方向 是我們所努力共同的目標 以上謝謝 謝謝劉士帆委員 好那我們第五條的主條討論 我們就暫時討論到這邊 那這個也是 予以保留 戰於保留 接下來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六條的討論 那登機發言的委員 那登機發言的委員有中嘉賓委員 中嘉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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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賓委員不在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也是 佔於保留 接下來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七條 那包含 泛運委員的 提案 第七條之一 跟第七條之二 那這一條的 登機發言的委員 是邱顯智委員 我們請邱顯智委員 發言 莊瑞雄 賴平委員 共提 那連署的 还有我们 吳立华委员等 就是共同連署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他可以今天被讨论 那这条主要就是因为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他更应该是受到 法律保护的优先对象 那台湾立法落实 儿童权力公约 已经七年了 但是直到现在 我们每天 在许多的场合 仍然有儿童 受到各种形式的 身心暴力 那我的 这个宪法的 这个征修条文呢 是参考就是 我们儿少不受一切 形式身心暴力的 我们的签署入线 那如同南非 巴西 葡萄牙等 非常多的国家 给予儿童 宪法层级的保障 那我想通过 儿童权的入线 我们可以进一步启动 台湾社会 对于儿少保护机制的盘点跟补强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整个社会 可以透过这个 宪法的增加儿童权力的保障 一起确立宣示 不让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孩童 受到任何形式暴力的决心 那这是我的第一条之一 那因为还有些时间 我把人权清单 就第一条之二的人权清单 一起解释 那人权清单的第一条是 人性尊严入线 那人性尊严入线的第一条之一 是我的权力清单增补 修宪提案中的第一条 因为我们的国家的人权清单 已经数十年 从来没有增加过 那我这条的条文是参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基本法的第一条 保障人性尊严 是所有国家权力的 最基本的吃处 那因为我们的宪法 定在1947年 那当时是早于 世界人权宣言的一年 那定定以来 就像刚刚讲的 已经有75年 没有针对 宪法所保障的人民权力 进行检讨跟增补 那可是呢 国际社会 还有非常多的民主国家 在这75年之间 对于各式的人权保障 越来越重视 那台湾呢 我们宣称我们是人权立国 那我们也陆续 在过去几年内 签订了两公约等 多个国际人权公约 那这些国际人权的趋势 以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权利 早就应该要陆续增补 到我们的宪法中 才能提升对人权的保障 那我的人权清单的第二条 是平等权的保障 应该要加深跟加广 那第一条之二 是为了对于平等权保障 过去我们有 但是必须要更深更广 那宪法本文第七条 虽然对平等权有所保障 但是只有名列 男女 宗教 种族 阶级 党派 这五个概念 而且只规范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那他保障的范围跟程度 都跟现在社会的多元程度 还有国际公认的平等权的 内涵有了落差 所以我的版本在文字上 包含性别 性取向 语言 身体 身心障碍等 而且更针对平等权的内容 进一步要求国家应该采取 积极作为消除歧视 那另外的人权清单第三条第四条 主要是针对国公民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增补 那我时间到我就不再一一说明内容 那请大家参见文字 谢谢 谢谢范云委员 现在截止发言登记 接下来我们请黄世杰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那我想今天是我们这个修宪委员会 正式进入竹条审查 的第二天 那么我们在昨天已经开始 这个 这个我们正修条文 的这个 逐条的审查里面呢 已经得到三党 这个共识 将这个公民权的行使 年龄下修到18岁 那么我想 这个是一个重大里程碑 但是呢 对于 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公民权力以及的人权的保障 确实如同好很多委员的提案所提所指出的 这个 我们关于这个权力清单的部分 因为呢 好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 在这个宪法本文 长年以来好都没有办法去这个 跟踪或是真修 的情形底下呢好长期无法得到好更多的真补 好 那么我想但是呢好在实务上好在这个实践上 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立法 或者是我们的司法 在各种权力的引入 好以及呢他的实质内海的实现 包含好立法跟行政的努力之下呢 事实上呢好都已经有 不输好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 这个状况好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其实是非常前进的好 那么在讨论这个权力清单的时候呢 好我想提出一点好 给我们所有的委员来做参考 就是说 事实上好这个权力清单呢好 呃不是在写作文好 好我们必须要审慎的去明辨好 这一些描述好就是说 应该有哪些的基本权力以及呢好 这个权力的内涵 哦他其实涉及到的是社会上 哦不同的这个利益 以及呢不同的这个权力价值之间 哦他其实是有冲突的地方 哦同样一件事情 他可能好同时是某些人的财产权 但是同时呢他有其他的公共利益 哦跟他是相相冲突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 哦具体化的好在各个法律 哦甚至个案的裁决里面 来做一个横评 哦那我们在 底定权力清单的时候 事实上呢 只是在做一个抽象的 哦这个条列 哦说明说 我们这个国家 好我们台湾社会 对于哪一些的 这个基本权力的价值 我们是肯认 并且呢要督促我们的国家 来予以好这个实现跟保障 那么这个里面呢 各种不同的权力的形式 事实上 他的实现的方式是不一样 譬如说传统的自由权 跟好很多的社会权 乃至于所谓的环境权 最新的好这些等等的 像动物保护这些 事实上 他的 这些我们价值 我们都可以把它写到宪法里面 但是写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要很谨慎 哦不能说 这个 失去了 这个 呃很多 在后续的执行跟立法 以及乃至于行政上司法上 他的这个协调跟这个平衡的空间 第二个 好就是说 呃 关于好 谁是权力主体 谁是好这个受规范的对象 以及呢 我们要保障 哦 他到什么程度 什么样的意思 这些其实需要非常严谨的讨论 那么我们非常的 乐见 哦 我们朝野非常多的委员 也都针对这些吸取的 哦 世界上非常多国家的这个借禁 各国的立法律的经验 来提出 台湾的 宪法应该包含哪一些的 这个权力清单 但是呢 我们希望这个是透过 更多的讨论跟共识 好来写出一套 这个 呃 属于我们台湾社会自己 认可的 这样的一个权力清单 来让 我们的这个 权力保障呢 能够更为彰显跟这个实现 而不是呢 直接引入 这个 任何一份的国际文件 然后就说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应该要来参考 要跟他们一样 那事实上其实各国的做法都各有不同 那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 讨论跟融合以及凝聚公司的过程 唯有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才能够让 不管最后出来的这个权力清单的结果 内容如何 它才是我们的公民社会真正 了解 并且呢 真正的 这个认同 的一个权力清单 这样子的一个 一份的这个权力清单的文件 它才会在 我们的社会 实质的来发生 规范 以及约束的效力 所以在这边 我是认为说 权力清单的讨论 我们不妨把它拉长一点 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 譬如说公定会也好 或者是呢 这个审查会的这个论辩 这样的过程里面 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我们对于 权力保护的想象 以上 好 谢谢黄世杰委员 那现在有两位委员发言 那请问其他委员 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整个会议 我们把主条 呃 发言的这个程序 把它走完 做一个初步的 第一番的讨论 刚刚范云委员 他也援引了外国的立法力 那作为一个权力的一个 大家往前进的一个方向 那黄世杰委员是希望说 我们也应该再做更具体 深刻的讨论 找出一份 适合台湾主体性 本体性的一份 全力清单 也供将来 我们在相关的立法的时候 可以更完备 那这一条 我们是不是就先 讨论到这里 先暂时保留 我们往下一条 来 往前推 好那这一条 就暂行保留 没关系 先照顺序来 没关系 先照顺序来 市政委员发言 主席 各位同仁 绝对 在追求 我相信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就是透过我们 在我们宪法里面 对人权的相关的一个诉求 那当然 整个国际社会人权的主张 跟它的原则 会随着不同的国际社会 还有时代的演变 没有所不同 但是还是有一些最基本 最基本的人权的内涵 值得我们来借尽 不论是联合国里面相关的人权公约 或者是各国实践当中 一些主要的 或者主流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相信 台湾不仅不会落后 而且经常是 站在一个更前卫的一个角度 尤其最近 台湾在这个所谓 同性婚姻的合法法上 在很多的 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 人权的国家里面 得到好多的占预 所以台湾有再一次 来透过我们的修宪 来彰显 我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一个坚持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任何的一个社会的前进 的过程当中 整个社会能不能跟上 或者整个社会能不能支持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宪法 毕竟是一个强调 稳定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整个人权讨论的议题当中 如何跟社会更多的对话 然后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 这也绝对是修宪过程当中 必要的程序 尤其现在的修宪 必须经过全民复决的一个阶段 所以任何的一个重大的人权议题的些事 最终还是要经过全民过半数以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建议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 还是必须非常务实的去探讨 这些相关的人权的一个议题的接触 能不能得到全民的一个认同 接受最后用复决的方式来给予同意 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多很理想性的 很多人权的议题 可是不论在道德上 实际上 还有国际的潮流接轨上 如何取得一个平衡 这绝对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立法者 在修宪过程当中 必须加以整身来思考的地方 所以诸位委员所提出来的很多人权清单 原则上本席都全力的支持 但是在实际的和推动上 如何跟现实进一步的结合 如何跟台湾现在的民意进一步的结合 也绝对是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面向 尤其刚才本席提到了 最终还是要经过全民复决的同意 所以当前台湾社会 对于相关人权议题的一个看法跟态度 也绝对是我们要讨论过程当中 必须要深思的一部分 所以总体来讲 还是强调 台湾对于人权的一个接触 还有我们议题的一个宣誓 绝对有重要的国际的意涵 尤其台湾现在处于整个民主国家 相较于威权国家的最前线 所以这个时间点 这些议题的讨论 会更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讨论过程的任何的记录 任何的一个主张 我相信 国际社会一定给予我们最大 最大的关注 那最后 我还是强调一下 人权的议题 绝对是一个理想跟现实之间 求得最大妥协的一个方案 那我也相信 这些议题的讨论 最终 在各位所有委员的菜籍之下 能够找到一个最完美的 一个清单出来 谢谢 好 谢谢罗智政委员 那现在截止发言登记 也没有其他委员在发言登记 那这一条 是不是我们就讨论到这边 先暂缓 讨论到这边 暂缓保留 好不好 好 没有一件的话 一条之二 我们就先占于保留 好 现在进行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之三 及第一条之四 有关人权保障之讨论 那这一条没有委员发言登记 那是不是也呈 剛剛的一些发言的方向 我们也是暂缓 好 好 来 第一位委员 好 好 来 好 我们总共的权力条款 有好几条 好 那连续下来的话 就是有了这四条 那我是呃 支持主席的才是说 我们先讨论 然后呃 先保留 最后再来看 我们怎么处理 好 就是先讨论 然后暂保留 暂时不处理 那呃 我另外再提一个 刚刚几位同仁发言的时候 还没有提到的部分补充一下 就是说呃 我们宪法的条文 呃 如果要修本文的话 好 那么在宪法本文里面的权力条款 跟我们呃 提出来修宪案的权力条款 应该要相互 而静和来看 好 那么呃 呃 即位委员所提的权力条款 呃 目前都 没有和我们宪法本文的第二十二条 相近和 那宪法本文的二十二条 其实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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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條 它的條文是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保障 換句話說是一個 完全開放性的概括性的 權利保障條款 所以如果說 今天我們所有的修憲條款 是用列舉式的 來列出權利清單的規定的話 那麼和這本文的22條 是不是就應該要有一個 完整的權利清單之後 就必須要處理 跟22條的進和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 就是補充這個部分 為什麼說 我們的權利條款 這一次的這些修憲的草案 可能就是要先暫於保留 主要是因為 這些修憲的草案 都沒有觸及到 跟憲法本文22條的進和的處理 那另外當然也是 剛剛各位委員所發言討論到的 有關於我們國家的權利清單 這次提出來非常非常的多 那都很有價值 但是我們修憲的時間 還需要在這個課題的部分 值得說我們在更集思廣益 然後去做完全的處理 以及和22條做進和的處理 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說 我們先討論 然後先保留 最後再看怎麼處理 好 謝謝 好 謝謝管碧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何志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還有與會的同仁 還有國人朋友 我想一之三裡面會特別討論到 我們的開宗民意 我們的這個題的條文就是 人民有從事勞動之權利 勞動者由組織工會 進行團體協商及集體爭議之權利 我覺得特別是現在我們正在經歷 百年大疫的這一刻 病毒去肆虐 那未來的走向 當然Omicron也許會走向一個尾聲 那我們終於可以脫疫了 疫情的疫 那或者是有部分的一些 工位的學者在提出 會不會再產出另外一支殺傷力 以及傳播力更強的病毒出來 這個世界跟台灣中華民國的啟示是什麼 我想在短短的一兩年內 像我們現場的很多同事 我們都不斷地去爭取預算 讓這些電商也好 或者是從事高人口 或者是高勞力密集度的這些企業產業 以及經濟活動都持續正在轉型當中 那台灣在過去有很多的案例 喜歡跟以色列來相互對比 以色列人不多 但是國力相當的強 他們早在十年前開始 在農業的部分都已經採取AI 人工智慧 或者是高強度高精密的方式 在種植這些他們的 這個國家生存必要的這些食物糧食 我想回到剛剛上一個在講的 我想這一次整個COVID之後 台灣也進入一個轉型 那隨著科技跟資金 以及創新創意 破壞型的這種革命之後 革新之後 變革之後 人力一定會被取代 所以這一條納入憲法當中 必要的去保障人民的工作權 那過去也有案例 像是韓國等等 他們會保障要求一間 特定這個大小以及資金 或者是人的這個公司企業 要保障人的工作 避免被這個所謂的科技去取代掉 台灣是科技大島 我們並不怕 我們怕的是 我們把人民忘記了 所以在這一條憲法當中 要把這個精神 務實的 理性的 扎實的放進來 讓我們未來 讓這個根本大法 能夠放入更多人的元素 以及人可以選擇 以及被選擇的權利 那當然人民的工作權利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距離立法院不遠 15分鐘以內的路程 我們有一個地方叫做社子島 社子島過去有一些市長 喜歡說他堪比這個紐約的曼哈頓 因為剛好就在兩河流域之間 兩河之間 社子島總共有一萬兩千多人 常住在上面 高達三百多公頃 可是當您仔細進去社子島之後 會發現一 他的這個中低收入戶 以及單親家庭的數量非常的高 二 在這裡的都市似乎被戒嚴了 就像這個空間戒嚴 時間戒嚴一樣 在高達兩三百公頃的土地上 連玉山都有便利商店 在台北市中心 台北市中心 台北市中心的社子島 居然連一間便利商店 一間超市都沒有 這一塊土地曾經背上 這個防洪的十字架 為台北人吸收這些洪水洪災 但是此時此刻 來到一個大無能的地方政府 在運作的時候 不顧他在地人的聲音 甚至用這種恐嚇威脅 憲法保障我們大家免於威脅恐懼 他們的市長居然說要碾壓過去 所以在這邊我們特別訂定了 也特別要求 人民享有氏族之生活水準 包含十一住行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人民享有氏族安全和平尊嚴的住房 住房住房 不受違法之強迫搬遷 我想住本來就是基本的權利 台灣的憲法還有很多要進步的地方 包含像是網路 是不是基本人權等等的 這些都值得去討論 但是此時此刻 我只期待為我們的國民發聲 為一個公平正義來發聲 為一個居住正義來發聲 以上謝謝 好謝謝何志偉委員 那跟大家說明這個 現在我們逐條討論的是 林長佐委員的一條之三 還有范雲委員的一條之三 那因為范雲委員的 還有提一條一條之四 所以我們就一起併在 人權保障這邊的討論 那以上兩個條文 我們就是暫緩保留 暫於保留 謝謝 接下來 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二條 包含第二條之一的討論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五分鐘 在第一位委員發言後 截止發言的登記 我們首先請鍾嘉賓委員發言 主席在討委員先進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的大寒 在農民力當中 照說是一年當中最冷的日子 不過從今天的參與狀況 可以理解 憲法的修改 的確是一個社會上 關注較少的一個議題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第一條 正條文第一條之一相關人權條文的時候 也聽到幾位委員發言 接下來本席由於之前擔任 招委輪資主席 所以在提案說明的時候呢 你跳過 那今天我大概要說明一下有幾個本席提出來的相關條文 分別是第二條關於立法院的執掌 第三條行政院的執掌 第五條司法院的執掌 以及第六條考試院的執掌 那麼為什麼要來談這幾條呢 首先在第二條立法院的部分 我們看到長期以來在 我們總統職選之後 總統的任期是在五月二十號就職 而立法院過去一向都是在 一月完成改選前 二月開始 散開新的任期 過去在馬英九總統卸任前 就是總統選完 到他交接的過程當中 國會已經改選 我們歷經了一個 權責不分不清楚的階段 所以就由委員倡議呢 未來應該在憲法當中 生修條文當中 將總統跟立法院的任期 同樣是四年 讓他任期可以其一 但是這當中呢 涉及到立法院 在我們的生修條文當中 是有被動解散的情況 因此當立法院的國會 一旦解散任期 重新計算的時候 我們在生修條文當中 將總統的任期的起期日 跟我們立法院的改選 拉齊這樣的用意 就蕩然無存 所以本席在第二條當中 就要求 對於我們生修條文第二條 第八項明定 總統部長均缺位時 是由行政院長代行期之權 並依第一項的規定 補選總統 總統副總統的任期呢 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這樣的規定 確保總統的任期 不會有隨著補選而改變 但同樣的 如果我們希望 立法院的任期 能夠跟總統齊一的話 也必須在同一個條款 在我們第二條當中 對於立法院的解散後 進行的選舉呢 應該在任期至原任期 屆滿為止 當然有人會認為 那如果立法院四年的任期 第三年被解散 那剩下的任期只有一年 是否還要進行 因為解散國會權 是在內閣制的一個特徵 那麼解散國會之後的任期 在其他國家 內閣制的國家 都是重新計算 但是由於本國的國情 我們不是純內閣制的國家 所以在這裡呢 唯一做這樣的調整 以便讓有憲法徵修條文的修正 是要讓總統跟立法院任期 一致的情況 不會因為兩個繼任 補選後的繼任時期呢 其成不一而影響 那至於呢 關於行政院的部分 在徵修條文第三條的規定當中 明顯一項主張 五權回歸到三權 其中的考試權 應該併入為行政權 所以呢在行政權的部分 我們就予以要加入 加入什麼呢 大家認為考試院的職權當中 有包含了公務人員的任用資格 以及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這兩項是原來考試院的職長 那我們在本席提出的證修條文當中呢 要將它回歸到行政院 將考試權跟人事行政權呢 不能再是分立 而是合併再回歸到行政權當中 所以呢 在這個條款第三條的當中 我們將考試權部分 列為行政權的職長之一 也就是在條文的呈顯上 變成第三條 行政院為最高行政級考試機關 行使行政級考試權 而在行政院的相關條文當中 也增加了原來屬於考試院的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及專門技術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的職業資格的 相關的規定 那麼至於原來 徵修條文第六條 本席的提案是建議予以刪除 那至於徵修條文第五條的部分 涉及到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 任期要半半交錯制 而這個任期的半半交錯制 在當年本席擔任修憲國大代表的時候 在那時候國民大會通過的是任期的半半交錯 卻在後來蠻久總統辭職 卻因為提名跟對條文的解釋而造破壞 這一點本席在待會第五條的時候 會再來提出來說明 予以申訴以上 好 謝謝鍾嘉賓委員的發言 那現在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現在請第二位登記發言的 劉士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雖然我們討論的是徵修條文的第二條條文 但是我們審視一下說 這個提出徵修條文 除了是我本人以外 包括這個柯建民委員 61人提案 那看得出來呢 這些提案呢 是由這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提案 那同時呢我們也看到了 費洪泰委員的三十九人的提案 那這個呢也是國民黨黨團委員的共同的提案 這兩個提案裡面的差別呢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委員柯建民等呢 民進黨黨團提案裡面呢 有提到是保障跟促進人民自由的權力 要設國家人權委員會 那同時呢 也對於總統副總統的任期是四年 連選連任一次呢 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也就是說我們有看到 這個總統副總統上任的日期呢 跟我們現在這個憲法裡面 法定的這個立法委員呢 這個上任的日期呢 是有時間差的 所以呢我們很希望呢 補足他時間差 減少所謂看守內閣 對於國家的穩定跟憲政秩序 穩定上面的一個差異 所以特別提到說 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的任期 到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到二月二十九日指 這個其實是一個可以啊 馬上能夠來修改的部分 也減少說在憲政的空窗期上面的 一個釋法性的問題 那至於這個費洪泰委員呢 他們的提案裡面 也特別提到了說 如果國家總統為了這個避免 國家跟人民遭遇緊急危難的部分呢 要發佈緊急命令的時候呢 需要立法院來幫忙追認 那這個當然是可以討論 因為立法院在追認的這個時間點呢 是否可以啊 在緊急狀況之下 達到馬上要解除這個緊急狀況 裡面的一個重大災難的部分呢 其實他是可以討論的齁 那同時呢 在費洪泰委員他們所提的裡面呢 總統是每一年九月到立法院 要進行國情報告 並聽取建言 那這個呢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 在我的第二條裡面也特別提到 徵修條文第二條裡面呢 我當然也是希望呢 立法院在集會的時候可以聽取國情報告 但是呢我想修正為說 總統呢在立法院每一年度首次集會的時候呢 到立法院進行國情的報告 因為在現行的這個憲法 曾修條文的第四條第三項裡面 有提到立法院在每年集會的時候 得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那在我們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的 第十五至二條裡面 也有提到說立法院得經全體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 院會決議以後呢 由程序文會排定議程 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那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 得知請立法院同意後 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也就是說總統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是雙軌制 由立委提議 並且經立法院決議 那發動的部分當然是立法院 那另外一個發動的單位就是總統本人 總統可以知請立法院同意 但是在我們過去的案例上 或是在整個憲政的實踐上呢 都沒有發生 那最有名的國外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 美國總統到國會進行國情諮詢的慣例呢 規定在他們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 第二條第三款的前段 總統應該經常向國會報告聯邦的情況 並且向國會提出他認為必要和適當的措施 供其考慮 當然是供這個國會來考慮 所以考量總統呢 對外是一個國家的代表 也是國民總體意志的象徵 向國會進行國情報告是落實憲政的原則 所以呢這個總統的國情報告的法制化 是在我們徵修條文的第二條跟第四條 那我認為呢有這個必要 所以提出這樣的修正版本 希望我們的委員可以參考 然後納入修憲的範圍謝謝 好謝謝劉世帆委員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憲法徵修條文第二條 那國民黨的委員江啟成委員 他們是放在二條之一 所以就是一併討論 那這個部分的條文我們就佔於保留 接下來進行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 也包含范雲委員的提案三條之一的討論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五分鐘 那這個部分有 邱顯智委員 張啟陸委員 賴香琳委員 他們提的一個修正動議 請宣讀修正動議 首相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質詢之權 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制案難行時 得經總統制合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以請立法院複議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複議案 應於送達十五日內做成決議 如維修會期間 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 並於開議十五日內做成決議 複議案與其為議決者原決議施效 複議時如今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數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 應於四十八小時內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如今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 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 並得同時曾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或通過一年內 不得對同意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 應提出決算於國家審計委員會 憲法第六十條之規定定止適用 行政院下設獨立之考試委員會 長理下列事項其組織及職權行使 以法律定之一考試二 公務人員之權序保障扶須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基及奉身簽褒獎之法制事項 下列資格應經前項獨立之考試委員會 依法考選權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憲法第八十三條至第八十九條 執規定停止適用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 所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原額 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請委員發言 首先我們請鍾嘉賓委員發言 主席在場委員先進 在這次的政策條文相關的修憲提案當中 本席提出的剛剛已經提到了 包括行政院 包括司法院的部分 那剛剛本席已經略略的就其他的部分已經先做說明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來討論的時候呢 我特別來提出其實就是關於司法院的部分 目前本任委員當中啊 包括本席在內 有將近十位委員曾經參與了 從1996年任期到200年第三屆國大代表 在當年的修憲國大當中 我們也處理了 到目前現在五院的運作方式 那其中呢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制度 在當年我們擔任修憲國大的時候 繳境腦汁所設計的制度呢 卻在後任 後繼的總統任期施行當中 被馬英九總統所破壞 那本席在這邊提出來的就是 關於司法院的大法官任期半半交錯制 由於這個制度當中 將原來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限縮為八年 而且呢 只能一任 以確保被總統提名的司法院大法官 他能夠保障他的獨立性 當然在其他國家 有的是用終身制 像美國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的設計呢 就是因為要讓大法官被任命之後 他沒有連任的壓力 因為我們也擔心 回租過去國民黨衛權統治時期 大法官未能求續任 因此他在很多視線上的解釋 去向威權者屈服 所以呢 要不就是終身 不再有第二次連任的任命的過程 要不就是只任一任 但是當我們憲法當年在修憲的時候 採取一任的規定的時候 這時候呢 就會出現 如果不設計一個任期交錯制的時候 會造成有可能大法官 既然只能任一次 一批十五位大法官 同上同下 恐怕會對我們的司法 對我們的國家的憲政體制的詮釋 造成了斷層 所以那時候就設計了一個半半交錯 換言之 在當時第一次適用修憲之後的司法院大法官 分別呢 有一半是四年 一半是八年 但是由於當年的條文設計上呢 照後來的解釋 這邊的誤解 當時的條文是寫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 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 這當中的個別計算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 卻解釋為單獨計算 個別個別的大法官 因為後來的大法官 有因為出缺進行補提名 而補提名之後呢 他的任期呢 是個別的重新以八年來起算 這樣的幾次下來 造成了我們原來就設計的任期 半半交錯制度 卻要防止在同一個總統的任期當中 任命超過一半的大法官的制度呢 被破壞的蕩然無存 時至今日我們看到司法院大法官 目前15位大法官當中任期呢 出現了六種的任期情況 因此在這裡本席啊 就提出呢 重新回歸到當年修憲的意旨 為了落實半半交錯制 那重新規定 在從113年後 總統提名的大法官 其中四位為任期七年 其餘三位為任期三年 以便呢 重新回覆到任期八年的半半交錯制 那這其中呢 最關鍵的會造成被破壞 就是所謂的個別計算呢 他不是以補足原任期為止 如果說當年馬英九總統 在他任內 所因為缺位而補提名的大法官 他的任期是補足至其原任期為止 那當然原來所設定的 四年八年以及其後的每四年 就有半數可以交錯的 這樣的一個制度呢 就被破壞 所以呢因此呢 我們也在這裡啊 將他的任期交錯制 認為未來大法官 在任期當中欲有出缺的時候 補提名的大法官 以繼任者呢 自原任期借滿 繼任者原所餘的任期是多少年 他就把它補滿為止 那這當中呢 我們也在做了一個調整 讓司法院並為政府院長的大法官 他雖然大法官任期為八年 由於原徵修條文當中 並沒有給予任期保障 造成了如果說政府院長因故而缺位的時候 這個時候到底要怎麼樣維持司法院的運作 因此在這個徵修條文當中呢 將司法院司法行政職務的任期 與大法官的任期脫鉤 換言之總統在提名大法官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時候 就明確的定為任期是四年 但是這他跟他大法官的任期八年不互衝突 以確保未來司法院他在政府院長的帶領之下 跟15位大法官的任期交錯呢 能夠並行不備 以上藉此來說明 任期大法官的任期辦辦交錯制 應該予以透過這次的修憲 將其回復並保障他未來能夠持續運作 以上說明 好 謝謝鍾嘉賓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齁 那我們這個黨團的修正動議 是在從第三條以下 然後到第四條 第四條之一 然後第六條第七條 第七條之一到七條之二 然後這個主要涉及其實這個核心的議題要處理的 非常清楚就是廢除考間兩院 那其實在各個黨團 包括民進黨 包括民眾黨 也有相應的這個委員提出的這些版本 那我們是認為說 就像在昨天 18歲公民權的部分 除了國民黨以外 其實這個包括民進黨 包括民眾黨 包括時代力量 都有整合出一個 這個共識的版本 那以便是說 這個18歲公民權的這個部分 只是說這個安排上面調次 或者是說細節上面的部分 那要將我國的這個公民權從20歲 就憲法130條 民國這個30幾年 這個74年前所訂定的這個20歲 改為18歲 以符合這個世界的潮流 這個部分是一致的 所以應該有一個共識的版本 那我們是建議說 像廢除考間兩院 這個部分 應該這個也可以著手來進行 包括實力 包括民眾黨 包括民進黨 也可以整合出一個這個共識的版本 那為什麼要 這個廢除考間兩院 其實講起來 我覺得是非常心酸 我從大一的時候 就聽到李鴻熙教授在講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個龍的憲法 那許多兄弟所獨創 獨步全球的 根本其他的國家的比較憲法上面 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結果 自作聰明拿出來用 用的結果當然是似不像 變成是一個龍的憲法這個狀況 那其實比較世界各國的憲法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個監察院 它所謂的監察權 就是國會調查權 立法權的一個部分 那考試權的部分 更是這個行政權的一個部分 而且你把它分開之後 那導致說 這個考用沒辦法 這個一致的這個狀況之下 衍生出更多的這個問題 那甚至說在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院要去監督這個考試院 考試院長都不用來立法院 那到底考試委員也不用來 那到底是要怎麼樣去進行這個 它本質上是行政權的監督 所以 其實 要把它 回歸到一個真正的這個世界各國 所通用的權力分立的憲法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基本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要求 所以 針對這個廢除考監兩院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除了國民黨 現在沒有來參加之外 其他三黨應該可以達成一個共識 也符合了這個國人長期以來的這個期待 那廢除考監兩院 並不是說 這個監察權跟這個考試權就不存在了 當然不是 廢除考監兩院 這個監察權 它就回歸到這個立法權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調次裡面 也做了一些相應的這個調整 細節的部分可能就 在這個個別調次再來談 那考試院的部分也是一樣 考試院廢除了 並不表示說 考試權就不存在 比如說在我們的制度設計裡面 它就是認為說 在這個考試院廢除之後 它回歸到這個行政體系裡面 去做一個相應的這個處理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讓大家有一個起碼的共識 那也比較符應這個國際的趨勢跟這個比較憲法的規定 那監察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說 它現在隸屬在這個監察院內 那將來監察院廢除之後 我們希望 這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應該在我國的體制裡面 比較其他世界各國的這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它並不會隸屬於這個行政體系 或者是說這個立法的部門 它基本上就是獨立的一個委員會 那做做什麼事情 做所有國家權力對人權的侵害 都是應該是它所應該關注的事項 包括所有國家權力 包括司法權 包括行政權 包括立法權 對國家權力 對人民基本權的侵害 都應該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所關注的事項 所以就廢阻考間兩院的部分 我們再度希望說大家能夠在 除了國民黨之外 其他三黨能夠有一個共識 那能夠有一個共識版 以便這樣的這個制度 能夠順利的去運作 能夠把這個考間兩院廢除 然後回應到 回歸到它應該到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邱顯智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綺路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修憲委員會的委員 大家好 那我想其實在這邊 先利用這個機會 也是說明一下這個民眾黨 黨版的這個 整個大的修憲主張 那當然也非常謝謝 其實我們朝野 相關的這個修憲會的委員 包括這個時代力量黨的這個邱委員 還有這個我們民進黨的管碧琳委員 周春明委員 中嘉賓委員 有幫我們連續這個修憲提案 讓民眾黨的這個黨版的 也能夠在這樣的修憲委員會中被討論 事實上民眾黨其實從這個 進入立法院以來 就是一貫的這個主張 其實在修憲上最主要的大的方向 包括了就是 所謂當時在主張的所謂倡議的一線二法 就是下降這個公民權到18歲 另外一個就是廢除考間 那第三件事就是所謂降低門檻 這個是民眾黨在這個修憲上最大的三大主張 那我們在這個比較接近黨版的這個修憲條文裡面 其實也在落實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當然額外的還會增加了一些相關的 比如在國策上的一些其他重要這個 國人的這個權利 那我們這個修憲中意 我借這機會就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包括第一支一條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降低這個公民權至18歲 這個也謝謝其實在前一兩天的這個 我們的修憲委員會也成案 能夠送出委員會這邊 我想這是已經是國人的共識 是社會的共識 降低公民權至18歲 包括選舉跟這個選舉罷免 複製創決跟這個公民投票等等 這些都在裡面 那第二個從第二征修條文的第二到第三 二三四這個部分 其實本黨這邊也有主張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就是在呼應 其實就是所謂在廢除考間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很快速的說明一下 在第二條的部分主要是因為 未來我們將廢除了這個監察院 那現在目前在隸屬於監察院中的 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們這邊的主張是在 讓他進入總統府這下面 變成一個獨立的這個機關 那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那第三條的征修條文的話 這個地方也是在廢除考間的部分 他主要的目的是在 將考試院的這個地方呢 回歸整個行政院下 就變成行政院下下設的一個獨立機關 就是考試權 當然還是維持它的一個獨立性 但是這個考試院的這個機構呢 則回到行政體系下 那第四條的話 是關於監察院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監察院 剛才就講的就是除了這個 他原來的人權委員會 到總統府下面變成獨立機關 那他另外的他比較重要的職掌 就是在審計的部分 那審計的部分則 這回歸這個立法院這個部分 那也設立獨立的這個審計長 由總統來提名 由立法院來同意 那審計則這個部分呢 則涉於這個立法院下 進行一個這樣子的分工 我想這前面這三條的這個修正 其實也就是整體的講廢除烤間的這個制度 我想其實中華民國憲法 之前我們一再強調 其實本來是一個大中國的架構 五權的這個分制 那現在我們這個零零一個破碎的狀況 其實也不符時代的這個整體的需求 而且我們現在越來越接近 就是比較概念上的真正的這種總統制 其實我們也一直一貫的主張 希望是維持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三權分立的這個體制 那當然其他的修正部分 包括第六條第七條 當然是原來的 我們就是一欲刪除 那再來的話就是 在第十條的修正的這部分 這地方是比較是 關於一些相關的國策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本黨這邊其實是主要的列舉的 有包括了就是像住居的這樣的 這個權力的進入 那當然本黨也有其他 關於一些相關的公民權利的這個提升 包括可能也 這個部分 這地方呢我們的提議 是三分之 是四分之一的提議 就是包括現在目前原來的樣子 三分之二的出席 三分之二的決議 就是把這四分之三門檻降到三分之二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還政於民 就是我們也可以經由 這個 我們這個國民的2%的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選舉人的連數 也可以直接進行這個修憲的提案 那同樣就是等於說 我們除了有立法院提案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公民的提案這個部分 那最後的話這個有效票 只要過選舉總數總額的半數 且有效同意票 這個過有效票之二分之一 我們就通過 那大概我們的精算大概在六百多萬 就可以就可以修憲通過 而不是像現在大概要到九百六十五萬左右 所以這以上其實我想其實也謝謝這個 朝野各黨派的協助本黨的這邊的連數 讓這個修憲通議案能夠提案通過 那當然這三 這內涵上的這個主張的方向 也就是呼應民眾黨一貫的三大主張 就是下降公民權 還有廢除烤間跟降低這個修憲的門檻 那我們的期待其實這相關的這些修憲的方向 其實在很多朝野黨派所提出來的這個 這些所有的提案裡面都也差不多 那我們當然希望能凝聚共識 當然我們也呼籲 最大的在野黨 這個國民黨能夠盡速回來 進行這些的這個修憲的這個工程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張綺路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郭國文委員發言 主席謝謝齁 那本期是針對中華英國憲法徵修條文當中的第二條第三條跟第四條提出一個修正草案 那條文當中的第二條跟第三條有聯動線的關係 第四條也有 所以說呢本期就一併的發言來說明齁 那關於第二條的部分 因為跟整個立委跟總統任期之間的看守期要如何縮短的問題 有提出一些相關的意見 但是呢如果想要讓整個總統跟立委之間的一個任期不至於看守期過場的話 那必須在行政跟立法之間的權力之間的平衡 在制度上需要再修正的一個空間 那本期在提出這個再修正的空間當中呢 特別是針對總統的部分 所謂的被動解散國會權的部分 予以取消 那予以取消的部分也考慮到這個國會跟總統之間任期的一個相對的穩定性而言 但相對我們要約束整個國會的這個發動權的部分 特別是針對行政院長所謂不信任的一個投票 特別是針對一個單一的行政院長只能發動一次的所謂的倒閣權 其次之外也要把這個所謂的這一個憲法覆議的門檻 進行把它門檻進行提高 從原來的二分一提高三分之二 這樣才能真正達到這個權力的一個分立與平衡的效果 制度的效果 所以因此本席在這個部分呢 是考量到第二條跟第三條的一個連動性 那本席的部分呢 特別也針對立委這個席事的部分 當然在不同的委員或不同的黨派當中有提到 有關於選舉制度的部分最好做一個改變 那特別是修選制委員有提到說 將這個病例制改成所謂的連例制 那多數的民間團體在倡議這個選制的改革過程當中 會一再強調聯誼制的一個關鍵的重要的原因 是在於說呢 部分區的實施的增加 第二個是多元聲音的一個保障 但是從這個制度面向一個切入的部分 我們考量了不只是多元的聲音 還要考量整個政黨體系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本席特別是從這個整個政黨體系的這個穩定性 再加上多元聲音的一個堅固的情況 提出一個既有制度當中 在病例制架構底下 來增加所謂這一個部分區歧視的增加 那部分區歧視的增加到底要增加到多少呢 我提的內容當中是從34席 倍增到68席 總共也就是147席 那這種既有制度的一個修改的好處在哪裡 一來是 國會當中的一個協商文化已經漸漸的穩定與成熟 那過往呢我們對於政黨 會有一個多元聲音的兼顧的情況底下 又考量到整個政治政黨體系的穩定性 所創造出了一個矛盾 也因此呢 在小黨的這個門檻的部分 我們遲遲維持這所謂的5person之高 那動不動5person當然這增益非常之大 那與其動那5person 不如把這個部分區歧視增加 讓它增加多元的可能性 而這多元的可能性 不用動用到選制的一個變化 也就是說不用動用到病例制把它改成連例制 也就是說在既有的情況底下 可以減少它這一個政黨體系的一個失衡 以照目前為止的病例制 在日本的實驗的結果 在台灣那個政治實驗的狀況 都會考量到現象的就是說 會變成一大 一中 或少小 的這種政黨體系 也有可能把在這一個部分區的歧視增加之後呢 會可能會趨向兩大多小的一個政黨體系 如果朝向兩大多小的政黨體系 以扣合的目前的一個國會的一個協商文化 以制度的相對的穩定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會有不至於過多的一種協商的成本 或過度意見分析 沒有辦法形成政治公式 而所導致的一個政治高度的溝通成本的一個出現的情況底下 我認為啊 這一個制度的一個考量是值得去推動的 那或許在這一次的修憲當中 大家著眼的部分呢 其實是五權變三權 或許大家著重的部分 是一個十八歲的公民權 以至於呢 甚至是這樣 門檻一個降低 這三個部分其實我們基本上都同意 可是要凝聚所有政黨當中 來達到這個修憲的共識當中 我們更需要一些黏著計 這黏著計是什麼 就是在相關關鍵條文 大家有興趣想要形成這個政治對話 甚至可以形成社會對話 以至於形成一個所謂社會動能 來達到修憲的結果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在於歧視增加的這個條文 才是一個最關鍵的條文 所以本席呢 認為啊 其實或許這一次的修憲這一點不是重點 但是呢 拋出來這個 那個倡議士的一個政治構想 來就教於在座各位 希望我們將來在修憲的路程當中呢 可以找出一些黏著計的一個制度改變的可能性 我個人就以為呢 部分區的增加 可以達到這個政黨體系的一個改變 也可以考量到整個政黨體系發展的一個穩定性 同時也可以兼顧到 做小黨的聲音 以及多元的一個聲音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教於各位 謝謝大家